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懈努力的潜伏之下 终于从2021腾讯年度游戏发布会上 搞到了合金弹头觉醒的最新情报 来一起看看吧 悄悄告诉大家 发布会上我可是给大家搞到了 肥奥和英里的高清血真 嗯 马可和塔玛也肥奥把照片塞给我 那就一起来看看那些老伙计们吧 他就站在你面前 你看他有几分像从前 马可标志性的红马甲白头戴 塔玛的菊发和黑墨镜都还在 当然 那么莫定叛军也是 这可是我悄悄爬着门缝才搞到的正规情报 说到从前 想吃下食物后会变胖 人质被解决后的搞笑动作 变成木乃伊后的笨拙姿态 这样的前代经典设定 经典彩蛋 自然不会缺席 以后指挥官找我 要补给的时候可别忘了去寻找他们 差点漏了个大情报 这回地图跟以前可不一样 全新的横板探索世界玩法加持下 你肯定能在自由且庞大的世界里 观点不一样的 这回你可以自由决定路线 是先仔细地探索各个区域 寻找隐藏宝箱 还是直扑敌军完成任务 每个指挥官 都可以拥有自己的战斗风格 当然 无论想走哪条路线 百太王 我都带着补给在转角等你 在指挥专门的冒险中 将会遭遇各式各样的全新地图互动机制 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敌军类型和陷阱配置 想要保住自己的小命 那就得活用降落伞 磁力 矿车这些地图机制了 不过 我们不能一直这么被动 还记得有一次 我被绑着等待救援的时候 马可居然用出了突进 反滚 二段跳 这样的新动作来躲避紧急的叛军 那神发可太帅 指挥官呗也可以利用全新的能力 让你的角色完美闪避敌兵打来的密集弹幕 用的好了 拿来打这帮弟弟那是轻轻松松 是不是漏了什么 哦 对 还有BOSS战 作为系列的重头戏 这些大家伙这回也变得更加危险 不过别怕 我从战术手册上给你找了几招 开上坦克 想巨大的大核战舰开炮 用你的实力走位 巧借热气流 躲避斯芬克斯的攻击 在电磁球的立场中 360度的左右横跳 告诉你有趣的玩法 多着呢 好了 这回可泄露的情报就这么多 再聊 我可就有生命危险了 下期节目里 白太狼将会带大家回到横板探索时间 一起见面更多的玩法细节 想知道更多情报 想在6月份精英测试拔的头筹 那就记得关注我 我是一文字白太狼 咱们下期再见